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indipty Mysterious Animal 簡稱UMA 看得所為之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檔案 各位朋友好我是調查員Jester 如果有在看運動球賽的朋友一定知道 那些頂尖的球員會被票選為全明星陣容 在UMA神秘生物裡面 今天要介紹的美國大角怪 絕對夠格當上UMA的全明星陣容 甚至是UMA界的MVP 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神秘生物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 大角怪 英文為Bigfoot或Sasquatch 侵襲在美國及加拿大西部的山脈 它的外型顧名思義就是有一雙很大的腳 腳印長度有40公分以上 身高超過2.5公尺 手臂長 體格魁梧 全身都是體毛 外表就像是圓人 有部分目擊者敘述它的身上有難聞的味道 它的目擊事件應該是屬於神秘生物裡面最多的 但它早從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在加拿大及美國的民間傳說裡 大角怪有許多不同的稱呼 像是野人 石巨人 樹人等 這些名字通常是根據美洲原住民的方言而來 而其中Sasquatch是最多被稱呼的一種 這個名字來源於薩利蛇語 意思是野人 甚至早在更久以前 古代美洲土著人為了紀念一種巨大的未命名的生物 創造了毛人象形文字 這些象形文字敘述了一頭將近2.6公尺高的野獸 而且身邊還有一個很完整的家族 所以從很早的時候開始 美國地區大角怪傳說就已經流傳許久 而在近代 大角怪的目擊事件非常多 而其中奠定它巨大名氣的 就屬1967年的派特森電影事件 與1982年的沃拉沃拉事件 1967年 電影製作人Roger Patterson 與朋友Rob Dreamley 在美國加州拍到這段大角怪的影片 1967年10月 Patterson與Jimley 在一個月前 聽到加拿大人類學家在加州某溪谷發現了獸人的足跡 於是他們決定起碼前往那裡尋找獸人 1967年10月20日的傍晚 Patterson和Jimley 他們沿著溪谷在搜索時 突然間發現到一個大型人形生物的身影 Patterson當初被震驚到連身體都不能動 那個生物大約離他們10公尺左右 當下空氣隨之凝結 連馬都靜止不動了 Patterson過了幾秒後 回身趕緊拿起攝影機 拍下這段非常經典 也具爭議的影片 我們先來看看這段影片 影片中的大角怪一邊走甚至還回頭望向攝影機 然後再緩緩地走進森林裡 這段影片絕對是讓大角怪知名度在全世界流傳的關鍵 應該很多朋友都看過 這段影片公開時 在全球造成極大的騷動 卻也造成極大的爭論 非常多人認為這段影片 只是有人穿著類似原來的道具服走過去而已 這段影片是人為造假的 而非真的 數十年來引起了無數的激烈爭論 因為當時影片畫質太粗糙 讓他變得真假難辨 2004年 有一位包補的人宣稱 當年這段影片的大角怪 其實是他穿著道具服入鏡演出的 是Patterson和Jimmy 附前請他假扮的 但是Patterson和Jimmy 至時都宣稱並沒有造假 這段影片也是真真實實的大角怪目擊影片 而拍攝的Patterson則是在拍攝影片不久後 於1972年因為癌症過世 但影片的爭議並沒有因為他過世而平息 而到了今天 拜科技進步所賜 有網友利用高清技術 重新修復這段經典影片 我們來一起看看 大角怪在高解析度的畫面裡 穿過森林 清楚顯示他走動時 臀部和大腿上肌肉的變化 學者指出 如果是一個穿道具服的人 是無法看到這樣的細節的 這隻生物的拇指更顯示他應該不是人類 而且他的膝蓋動作非常習慣 人類的身體走路是不會這樣動的 畫質較高的還原影片似乎解釋了 這段影片應該不是人去假扮所能做的出來的 除了這段影片以外 1982年的沃拉沃拉事件 也是很有名的大角怪事件 1982年6月10日 美國華盛頓州與厄勒岡州的布魯山脈 發生了一起大角怪目擊事件 目擊者是Paul Freeman 他是華盛頓州沃拉沃拉縣的森林警察 同時也是一位大角怪獵人 那天執行中的Freeman 正在森林裡追趕迷路 途中他看到林中道路旁的斜坡 有一道身影一閃而過 他認真一看 沒想到竟然是一隻身長超過兩公尺的巨大生物 而且正用兩腳站立行走 他全身長滿咖啡色體毛 趁著斜坡正往Freeman的方向走過來 大角怪走到距離Freeman約40公尺的時候 好像發現了Freeman而停下腳步 這時候他們彼此四目相交了幾秒鐘 對這時緊張到不行的Freeman來說 這幾秒鐘仿佛就像過了幾小時 Freeman後來回憶敘述 我和大角怪對視的時候 甚至還看到他頭上的毛束了起來 通常動物的體毛指數 代表他正展現出防衛或敵意 正當Freeman覺得完蛋可能活不過今晚的時候 大角怪竟然像沒事般的轉身離開不知去向 Freeman全身冒冷汗 好不容易回過神來 兩個小時後 森林警備隊組成搜索小組 去森林裡尋找大角怪的蹤跡 最後他們在森林中發現21個 長38公分的巨大足跡 就像照片裡 Freeman手裡拿的石膏標本一樣 但最終並沒有真的發現大角怪本體 這幾事件也是目擊大角怪的事件中 最有名的一些目擊報告 而美國大角怪的目擊事件非常的多 也有出現一些所謂的目擊照片或是影片 其中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並沒有百分百證實這些東西的真實性 大多數目擊事件都被真正研究大角怪的專家 認為是假的或是惡作劇 而在美國有一群大角怪的忠實信徒 組成了大角怪獵人團 去北美各地大角怪可能出現的森林進行調查 而《動物星球》頻道曾製作了一系列大角怪傳說的單元 來追蹤這個神秘的生物 相信有許多朋友都看過 這個在美國甚至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神秘生物 對於它真面目的推測有幾種說法 首先巨猿說是最多人支持的一種 學者認為大角怪可能是古代巨猿的後代 巨猿化石是1935年發現的 560年代在中國南部、印度和巴基斯坦 又發現了更多這種巨獸的化石 巨猿是100萬年至30萬年前生存的一種巨型類人員 身高大約2.5公尺至3公尺 體重約300公斤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靈長類動物 史前時代 人類曾與這種龐浪大物共同生存過 幸虧這種巨猿不吃肉 不然的話恐怕沒有今天的人類 不過這種說法有個問題是 目前巨猿的化石都是發現在亞洲 北美洲並沒有發現過 而且這種巨猿是以四字伏地前進 而不是像大腳怪一樣可以雙腳行走 不過當然有可能是經過數萬年演化的改變 而大腳怪常被目擊到的北美森林 同時也是北美中雄的棲息地 而他們也會以雙腳站立 所以有許多所謂的大腳怪目擊事件 被專家認為很可能只是看到了中雄 大腳怪還有一派說法是 他們是UFO帶來的外星生物 這說法的起源是1980年 在加拿大溫哥華發生一起UFO目擊事件 一位當地居民在自家門口看到夜空中 出現發著閃耀光芒的不明飛行物體 停留了約10分鐘後才消失 而隨著UFO消失後 一個渾身長滿毛的 以雙腳站立的獸人突然出現 然後走向森林裡消失 主張大腳怪是外星生物的一派 認為要同時目擊到UFO以及大腳怪 絕對不是偶然 2007年在美國賓州某森林公園裡 發現疑似大腳怪的腳印 而同時這段期間 當地也出現好幾起不明飛行物UFO的目擊 甚至在印第安的傳說裡 大腳怪這種獸人是造物族創造出來的 用來鎮壓好戰的人類 他們居住在比人類更高水準的次元裡 那個次元也存在著外星智慧生命體 外星生物說的說法聽起來真的很有趣 2012年美國DNA診斷公司發布新聞稿 指出一組科學家進行為期五年 對聲稱是傳聞中大腳塊的皮帽 進行DNA測序研究 結果證實傳說中的大腳怪是人類的近親 在大約1.5萬年前出現 學者指出一種未知的類人生物 曾與現代人類交配 所以在DNA樣本中發現有現代智人的DNA 以及一種未知的靈長類DNA 交配的結果 孕育出一種毛髮濃密的人族混血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大腳怪 所以大腳怪很可能是某種靈長類 與人類雜交後產生的新物種 以上對於大腳怪不同的見解 我想都有一些道理 但目前對於大腳怪存在與否 重要的遺體證據卻從未發現 畢竟大腳怪的身形巨大 卻從未發現關鍵的遺體證據 這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也或許它可能真的是從另一個次元 傳說到地球上來監視人類的 所以才此時沒有發現 而地球除了美國的大腳怪以外 其他國家也有不少這種獸人的目擊 或許這種獸人可能是人類演化中 所遺漏的那一塊重要拼圖也說不定 希望未來可以找點水落石出 最後感謝各位好奇者們的支持 傑斯特頻道 在去年突破了10萬人訂閱 為了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準備了小小的心意給各位抽獎 獎品是這套Takara Tommy公司 以去年9月推出的未確認生物扭蛋 這系列總共有5隻 分別是佛拉特5隻怪物 天鵝人、野鎚蛇、卓波卡布拉 以及今天介紹的大腳怪 前面4種幼幻妹 我在之前就介紹過了 所以今天特地講還沒有說過的大腳怪 我準備了5套送給幸運中獎的粉絲 一套裡面共有5隻喔 接下來說明抽獎規則 很簡單 傑斯特在臉書新開了粉絲專頁 到臉書粉絲專頁點讚 分享字典的這部大腳怪影片的發文 並且在這篇發文的留言底下留下 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 我愛XXXXXXX打上你最愛的UMA生物 這樣即可參加抽獎喔 不過請各位粉絲注意這次抽獎 則限定住在台灣地區的朋友喔 如果你是住在國外 但是台灣有朋友或是嫁人能代收也是可以的 活動時間從節日起 至1月22日 經期五結束為止 中獎名單會於1月23日星期六晚上9點 公布於傑斯特的臉書粉絲專頁喔 再次謝謝各位粉絲的支持 我是Justin 我們下次見